受到东北激风的影响 基隆连日降雨 让暖暖区同一条街 一连两天都发生了 边坡土石崩落的情况 先是在10号凌晨 土石突然崩落 砸毁附近停放了车辆 隔了一天土石又崩塌 惊悚瞬进的画面也曝光 哇 大了震动 但让土石突然崩落 砸中停放车辆 哇 真的吓人 落石砸下车体剧烈摇晃 居民惶惶不安 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天 崩塌了 还会再滑落 哇 这个太松散了 时间回到10月10号 大雨下不停 大量土石掉落一地 附近停放车辆全遭殃 人心惶惶 我只是听到 很多东西弹很大 所以我从阳台就跑出来 所以我看到它半一半的时候 掉到车上的时候很大 年两天边坡落石 发出巨大声响惊险万分 这里是基隆暖暖区 受到东北激风影响连日降雨 不离到同一条街的边坡 陆续坍塌 还砸毁附近车辆 索性无人受伤 只要我一过来看 哇 天啊 边坡旁车辆引擎盖被砸凹 还有土石树枝覆盖 也有车辆因为落石 前挡风玻璃破碎 相当惊险 附近民众表示 土石掉落已经不是第一次 师傅则回应 已经派人处理落石 也会研议改善方案 探望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记者蔡雪恒基隆报道